欢迎回来 Hello everyone 近期呢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出门的几率是大幅降低 这也促使着我不买纸胶带 还有文具相关新品的机会 也跟着减少了 所以我就找了一天的空档 到民生社区的美好文具室 来进步一下 全新装潢 没有错 是他们换了新装潢之后 我第一次造宝 大家就跟着文具N一起来逛逛吧 GO 进入这个很浪漫的粉红色文具室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块TN专区 这是你的最爱耶 没有错 但这一次我没有在这里迷失自我 这里可以看到有很多中性笔啊 色笔还有不同价位的钢笔等各种的笔类 当然呢它还有一起搭配使用的墨水 其实很酷耶 我还没有真正使用过钢笔它本人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这里虽然说店面不太大 但是各种纸胶带啊 印章印泥贴纸信纸明信片这一些呢 都是应有尽有 小小的店不过产品都是丰富的特官们 是的 而且这一次我完全没有货度消费 是经过缜密的仔细拣选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诶这一次该不该用多少 现在看到美好文具是出品的 Lovely Life纸胶带 这款纸胶带呢 是由粉红色黄色还有蓝色 这些比较基础的颜色来搭配 我觉得还蛮像是粉刷 或是泼墨的笔触 有点梦幻的感觉 所以说它随便一丝这样 任意搭配起来都会很好看 我觉得这很适合我后现代拼贴风格 没有 再来是这一款小带质出品的 裸男搬运公寺招待 这个你那时候在逛的时候 PO给我 就差点叫你直接买个十卷算了 就是太幽默 太可爱 我懂 今天是在网络上看到有单色的版本 那现场也是有看到的 不过呢 它还有这一卷彩色版 而且只有一卷 所以我就立刻收回来 立刻收回来 虽然是一群裸男的 这样赤裸的搬运生活中的各种物品 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有一种很萌的感觉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因为它们不是全裸 它们还带了帽子 或是穿了鞋外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可爱 接下来我还购买了贴纸的部分 其实我一开始想 这贴纸是要干嘛的 因为它超级小壳 这两款是转印贴纸 你看这星 这日 这月 这宝石 多么的细腻又优雅的笔触 的确是挺细致的 而且它们集体整齐排列 我觉得对强迫症来讲非常的有名 而且这还是我很喜欢的彩虹色的建层 所以我就没有忍住 买回来了 我觉得这用来做卡片之类的 也非常适合 最后买到的是这一支笔 我们来看一下它金属色的笔身 是否高贵 它的确是蛮fancy的 它的金属露面光泽做的还挺优秀 而这一支笔呢 是我先前已经购买过一整套 加一支的 SALASA复古色笔的第三代 那在介绍这一支笔之前呢 我们先来复习前面两代的笔 第一代这五种颜色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使用这种明度比较低的颜色呢 看起来就是比较古典又低调典雅的感觉 这样子的款式用起来感觉 的确是还蛮平靡 所以啊 它当初一上市的时候 就获得热烈的好评 接下来第二代呢 又新出了这五种颜色 明度上面来讲的话 是有比第一代稍微高了一些些 我记得这一图好像是你上次在日本买的 没有错 正好包色回来 让两代笔可以直接团圆 那其中这一支坨色笔呢 我经典在理想文具展的时候 有在购买另外一支 上面写有山丘寿的联名款 再来呢我个人要推荐这一支玫瑰红色系的笔 它这个笔的颜色啊 写起来就非常的优雅 很像是在下午茶的时间 待在咖啡厅里面 优雅阅读你才的女性 你这形象也太细节跟具体了吧 因为我也很想变成像这样的女性 那我想说前面两代的笔呢 大概一支是30块到40块左右的价格 所以第三代应该价格也会差不多 那你看它这种高档的质感设计呢 怎么会差不多 没有错这一支大概是300块钱起跳呢 毕竟这笔就是颜值爆表 谁用谁好看 虽然很想要说什么 小孩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这种台词 那我冷静下来之后呢 决定只要买那个新增的黑色款就好 殊不知 殊不知 全货就是那个黑色 所以呢我就买了我的第二顺位 也就是第一代的这个深蓝色 那第三代呢和前面两代一样 都是这种耐水性的墨水 切起来很顺 而且现在呢还有推出饼心 所以以后用完之后呢 就只要更换饼心就可以了 整体来说呢 购物的体验和感受都是很好的 裸体呢还没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一次很遗憾的是 我本来想要购买色剑本帖的 雪月花之色还有天神之色 只可惜 但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所有美好的遗憾都是为了下一次购物而铺垫 我也会继续关注这些美好的食物 等一下我打开 后面有 肯定没打开 它的暗身比较低沉 最漂亮 好的 试一下我会 以上就是从美好文具市 凯旋而归所带来的战利品们分享 如果你也喜欢文具 请跟着A一起当个文具人吧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当然订阅订阅 不要忘记 还有按赞分享我们的影片给朋友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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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拜拜 崩